他进不来,所以我们只能放门口去接他 是小熊吗? 对啊 他今天康库出院了? 哦,他是昨天做了手术,今天觉得挺好的 我以为你们没有上班,我怕没有钥匙 我刚才还在想怎么办,我出去怎么办,没有钥匙 万一我不关门,如果要我出去了怎么办,我担心要死 啊,你可以把如果关到后面的院子里面 哦,我还不熟悉我们家地下 是那个白兽的车吗? 有,有,有 小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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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熊还比较懵 乌鸦塞回来了 好 好 好好乱 哦,蜗疙疼 好好喝 哦,面无表情 好有杀气的样子 它听到狗的声音她肯定不怂了已经 我回家了》 吴阳感受到了生命的危险 刚进门就来了一个下马 看谁来了 这个门不太好看 来 学校 要出来吗 爸爸 看哥哥在哪里 哈喽 哈喽 把那些窗子什么关起来 学生出来了啊 嗯 来了 放心了以后就会出来的 退堂 巴尔来呀巴尔 这个是胆子最大的 他不熟悉这个环境 他会不会觉得地球已经毁灭了 正在重建 因为现在我们突然要搬家了 就是要让它安定一下 待会我们走开它就会出来 全部都躲到柜子里去了 一抽气的 乐乐 好傻 乐乐 乐乐 猜猜 我们现在乐乐有些名字 高材 所以他寄人极大的厚望 发财靠乐乐了 乐乐 发财 走财 哇 这个是谁 哈喽 哇塞 飞猫 熊熊已经自己出来了 但是不知道现在藏哪去了 爷爷你看到小熊吗 嗯 大头你小弟呢 大刀四位呢 他看到大头他应该就会比较安心一些 但是他现在藏起来了 嗯 就让他藏起来吧 因为 肯定是应激的 一个是在医院待了两天了 然后又变成了乌鸦寨 自己也难以接受 就让他藏一下吧 你看你看 这个主动喜欢进航空箱的孩子 熊熊 躲在船连背后啊 乌鸦在 嗯 可生气了 哈哈你藏着你藏着啊 他不可能让你喂了 我都喂不到 嗯 这个是我们家唯一不让人碰的猫 好高冷 嗯 碰就打你 好好让他自己待着吧 大头 大头 我还这个样子好像 我好像个海豚啊 像个海豹 小熊回来了以后呢 他有一点儿应激 感觉去医院拔了个牙之后呢 所有的家都变了 这个可能让他有一点儿难以接受 想像 他一直藏在里面 嗯 喉咙里有一点儿痰 因为他做的是呼吸麻醉 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 就让他自己待着吧 等他缓过来了 会自己出来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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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樂樂是刚刚才从抽屉里爬出来的 因为小熊回来呢 身上可能有医院的味道 然后他们都不认识了 然后他们都不认识他了 也有一点儿害怕 纷纷地躲起来了 嗯 来了 妈妈给你吃的 喂个猫条 让他们舒缓一下情绪 乐乐吃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舍得离开你的抽屉啦 感觉那个抽屉就是他的避难所 吃的这么狼狈啊 还要把皮都要了 嗯 今天是我们搬到的第二天 妈咪们的情绪已经有一点稳定了 今天要不是小熊突然回来的话 他们都昨天晚上都已经很休闲了 在散步 完全没有问题 现在我是把外面这个门是打开了 只关了铁门 他们听到楼下Rio的声音的话 会有一点好奇 也有一点害怕 比如像小宝 他总蹲在那里听动静 胆子小的话呢 就像乐乐一样 他就会到车梯里去躲起来 不躲了啊 出来了出来了 摸摸脑袋 滚到我身上有狗味儿 好了 你跟哥哥一起玩 玩了两天藏猫猫了 还没玩够 啊 猫猫好床单 你来帮手吗 咦 你怎么上来了 嗯 嗯 怕他吗 嗯 不能进来啊 不能进来 过几天的啊 过几天再来 这个是牛牛 牛牛 还好 比我预想的要好一点 来啊 牛奶牛 过几天再来玩 啊 过几天 嗯 滚滚你也不怕呀 怕不怕 哎呀 这是滚滚 没事 他不进来 他不进来 滚滚来滚滚 嗯 你想跟他做朋友是吧 我们牛一点都不怕他 不过他舔嘴 表明他是有点紧张的 好 阿姨带你下去啊 我们下去了 妈妈把它带下去啊 把它带下去 下次再来跟他们玩 好吧 耳朵一动一动的 很失落 哈哈 好好好 我们下去 我们下去啊 八 八 你害怕呀 你不是胆最大的吗 嗯 全家里胆最大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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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